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迫害法輪功 再填血債 山東昭遠一名82歲高齡的女學員 1月11號被迫害致死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這名法輪功學員名叫郭震香 1月11號的早晨 她在昭遠城區一個公交車站 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 被當地孟芝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 關押到派出所只有幾個小時就被迫害致死 郭震香的家人當天上午10點鐘左右 得知消息時 派出所的警察 已經私自將郭震香的遺體送到了昭遠殯儀館 報導說 郭震香的家人無法接受這個噩耗 因為老人早晨出門時身體健康 一切正常 目前警方沒有追查殺人的兇手 反而逼問家人 郭震香的真相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平時都和誰聯繫等 還逼迫家人在所謂的口供上簽字 以此來威脅家人 而在郭震香去世後的這幾天 還有一輛沒有牌照的公安轎車 一直停在他家樓下監視 美國副總統彭斯1月16號 在美國國務院舉辦的駐外使節會議上 對180多名美國駐外使節發表講話 過程中 他多次提到中國 他表示 中共利用債務外交和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來擴大其影響力 在南海的行為咄咄逼人 一再無視國際規範 美國不會再對此視而不見 彭斯說 事實是中共近年來經常選擇一條 無視法律和規範的道路 而這些法律和規範是全球在半個多世紀以來 維持安全和繁榮的基石 他說 美國對此視而不見的日子已不復存在 我們已經給予中共警告 彭斯還說 美國不再像過去那樣 只有蘇聯一個對手 而是要面對包括中共在內的數個大國對手 還包括伊斯蘭國和伊朗等流氓政權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